纵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 9月15号由中国组织蒙古国巴基斯坦泰国 参加的共同命运2021国际维和时兵演习 在河南雀山某训练基地落下了帷幕 这是中国首次举办国际维和多边时兵演习 这次演习重点演练哪些内容 有什么新装备新战法出现在演习当中 随着国际安全局势的不断变化 中国维和部队将如何发展呢 就相关的问题 我们今天请到了国防科技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的周辉教授 来为我们进行分析和解答 您好 周教授 欢迎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这次共同命运2021国际维和时兵演习的情况 9月6号至15号 共同命运2021国际维和时兵演习 在陆军雀山某训练基地举行 来自中国 蒙古国 巴基斯坦 和泰国的一千多名官兵参加了演习 这是中国军队首次组织 国际维和多边士兵演习 也是首次以联演形式检验维和代名部队建设成果 演习围绕临时行动基地建设 警戒巡逻 武装护卫 保护平民 应对爆恐袭击等科目展开 基本涵盖了当前联合国维和任务的主要行动样式 外军全部使用我国武器装备器材进行演训 按照片大学 服务逻达 勇者 警戒巡逻达 维达 军 务逻达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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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毒剂不进行近距离接触 这样对我们的作业人员 也是一个保护 另一侧 工兵分队正操作搜牌报无人机 和牌报机器人 进行搜牌报课目训练 这款搜牌报无人机 不但能外挂爆炸物 扫摇识别设备 还能吊装一个小型牌报机器人 引爆未爆弹 完成牌报作业 另一款牌报机器人 则不仅可以适应各种复杂地形 还可以代替操作手 对爆炸物进行判别和侦查 对爆炸物进行转移或者诱报 有效降低了牌报隐患 在武装护卫科目中 火力支援查达一体无人车 行驶在车队最前方 对危险复杂地域进行侦查搜索 演习现场 多型无人化智能化装备各显其能 探索了运用无人智能装备 执行违和任务的新战法 违和部队的任务区都在战乱国家 卫生条件和安全状况都非常的糟糕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 仅仅2021年的上半年 就有16名违和军人 在任务当中牺牲 那周教授 我们国家现在引入了多种 无人智能装备 这是不是能够更好地保护 我们违和官兵的安全呢 确实是这样 我曾经到过南尼任务区 就黎巴嫩跟以色列停火线 我们通常把它称为南线 我们公平分队就是在南线附近 承担这个排报的任务 当地的地形非常复杂 只能通过人工来排报 它风险比较大 如果能够引入无人化装备 远程 无接触的排报 那么我们战事的安全 会有更大的保障 当然无人化装备 也不仅仅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它有很多人力 所不可替代的特点 比如它比较快速 高效 可以大范围的这种机动 比如战场侦察 跟人力侦察相比 无人机它速度更快 活动范围更广 可以收集更多的信息和数据 对于维和特派团 情报保障来讲 它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无人装备 它还是有很多 不可替代的优势 那现在我们国家的维和部队 配备的无人装备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们部署的部队 也配备了一些无人装备 基本上是以无人机为主 特别是在战术行动中 无人机的运用还是比较多的 但总的来说 维和国运用区 总体的装备配置还比较落后 因为维和国的武器装备 主要由出兵国来提供 而维和国维和部队 大部分是来自于发展中国家 经济也比较落后 所以装备水平比较差 今年来维和国希望加强 维和部队装备的现代化水平 引入一些高科技装备 那只能依靠一些西方发达国家 还有像中国这样 有自主创新研发能力的国家 未来我想我们国家 可以在无人化 智能化装备方面 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联合国维和行动 提供更好的支撑 现在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趋势和变化 然后我们的维和部队 怎么来适应它的这种新的需求 目前的维和行动 跟传统维和行动来讲 有着质的区别 传统维和行动 维和部队主要执行一些 非常传统的军事任务 比如观察监督停火 监督部队撤离等等这些任务 现在维和行动 执行的任务更加多样化 不仅仅是传统的军事任务 还有包括监督大选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保护平民 维护住在国的法治安全 帮助住在国进行重建等等 非常地多样化 这样对维和部队的能力 提出更高的要求 部队你不能仅仅是作战 你还要具备其他的能力 看来未来中国维和部队 一定会参与更多样化的维和行动 这也是我国作为一个大国的 责任与担当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本周网友给我们提出了 哪些问题 我们特地搜集了一些网友们 对维和部队比较好奇的问题 请周教授来解答 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参加维和部队 要参加维和部队 前提条件 首先你必须参进入 成为共和国的一名军人 当你所在的部队 被军委选定为维和部队的时候 那么你就有机会 成为一名维和军人 如果你是上位以上的军官 那么你就有机会报考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或者参谋军官 未来以特派团军事专家的身份 执行任务 我们国防科技大学是维和军官的摇篮 也欢迎你们来报考 所以有多种途径可以实现愿望 好 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说维和部队官兵听说特别会种菜 那种菜是为了改善伙食吗 种菜是中国维和部队的一个优良传统 维和部队它主要由联合国提供后勤保障 但是联合国提供的这种物资 特别是蔬菜非常有限 基本就是黄瓜 西红柿这一类 难以满足我们官兵在外的需要 因此维和部队通常会组织官兵种些菜 进行一些小的弥补 另外我觉得种菜它本身是一个调剂 因为在国外这种陌生的环境 官兵压力都比较大 通过种菜各种活动安排 它可以舒缓他们的压力 一方面舒缓压力 另外一方面自己动手风衣阻食 是的 是的 改善伙食 好 再来看第三个问题是关于装备的颜色 这位网友说维和部队的装备 不管是装甲车还是直升机 都是刷成白色的 这是为什么 我们知道白色这个颜色 非常的醒目 容易识别 我们传统的部队通常会选取 接近于自然的这种涂装 你像森林 对 要么就迷彩 要么就绿色 或者是沙漠的颜色 你像海军它用蓝色 维和部队之所以选择白色 也是为了区别于这种传统的武装力量 一方面它容易识别 不会成为攻击的目标 另一方面可以体现 维和部队的这种独立 中立这种特点 维和军人 他通常会头戴蓝色的头盔 我们把它称为蓝盔 或者是蓝色背雷帽 这个也是联合国部队的 一个很重要的标识 白色和蓝色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一个 标准特征 对 标准色 好 我们再来看关于医疗的问题 维和任务区都是战乱国家 医疗条件很差 在那边要是突发疾病怎么办 维和任务区有自己的医疗保障体系 一般会建立三级医院 一级医院通常是迎连级部队 它自己携带的医疗单位 主要是为本部队提供医疗保障 那么每个战区还会建有二级医院 二级医院主要是为战区内的 维和部队以及联合人员提供医疗保障 另外在总司令部这一级 还会建三级医院 所以当你在任务区如果生病或者受伤 通常会送往一级医院先进行处理 如果B级医院无法进行处置 一般会转运到二级或者三级医院 目前向我们国家派遣的维和医疗分队 一般都是二级医院 我们的维和官兵去的地方都非常的艰苦 也要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敬意 今天非常感谢周教授来到演播室 为我们进行解答 谢谢主任 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 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 央视频 还有金浪微博搜索军情时间道 并加以关注 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波直播 还有短视频节目了 感谢您的陪伴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军情时间道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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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